世界上最难骑的自行车 七行十米奖励1384元 网友来中国啊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 出现了很多高大上的交通工具 但是自行车却是大部分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而且也容易被人们操控 不仅如此 骑自行车还可以减少空气中氧化汤的排放 锻炼自己的身体可谓是一举两个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急发的自行车 就有一辆最难骑的自行车 没有人可以将它骑行十米 如果有人能够将它骑行十米 则奖励1384元 很多网友都表示 来中国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的外观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这辆自行车设计最独特的点 就在于这辆自行车的车头 按了两个小齿轮 也因为这两个小小的部件 使人们骑行这辆自行车的难度 也大大的增加 当人们把自行车的车向左转动时 轮子却向右转 要反 把车向右转动 轮子就向左转动 所以说骑行这辆自行车是十分困难的 他不停考验着一个人的技术 更考验一个人的脑子 就是因为这辆自行车的特点 所以就与老外向全国人民发起了挑战 只要有人骑行这辆自行车超过十米 就奖励二百元美金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一千三百八十四元 而这项挑战也有很多人来参加 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 希望这个挑战能够来中国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